人死了之后,究竟会去哪里? 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 什么都消失,什么都没了 那些没信主耶稣的人 他们罪的问题还没解决 如果他们死了,身体可能安藏得很好 但是他们的灵魂就没安息 不信主的人死后 灵魂会去到阴间 那里是一个好像拘留素那样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等候审判 最终判定落地狱 地狱是为犯罪的天使 和那些不悔改的人而设 是一个永远受苦的地方 而信主耶稣的人 就是那些接受主做救主的人 他们如果死了 身体都会被埋葬 但是他们的灵魂 即刻就会被接到天堂 和主一起 在天堂 他们会见到父神 主耶稣 和很多良善的天使 他们也会见到从前的圣徒 和信了主并且死去的亲友 在那里,他们会有聚会 彼此谈谈 享受神的同在 享受主的教导 等到教会的工作在地上完成 主就会从天亲自来到 将所有信主的人 都带到去魂里面相聚 无论是已经死了的信徒 或者还是活着的 主都会赐给他们一个荣耀的身体 和主复活的身体相似 所有的信徒 会一起在魂里面和主相聚 和主面对面 哇!我们可以亲眼见到主 多么奇妙! 我们都会很稀奇 因为我们的身体不会病 不会老 不会有限制 也不会再有死亡 主会带着我们穿越星空 一起飞到天家 我们会和主永远的同住 相爱快乐的生活 尽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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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主的人赞有货 死亡来临也不害怕 知道主会接受灵魂到天假 喇喇喇喇 与主同在乐无比 请主的人赞有货 若天主来接教会 隐隐改变与主一样荣耀 喇喇喇 主快来接我运众结